这是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一个支持小组 专为常年遭受疼痛的人设立 如果你被锤子砸伤了手 或者在医院补牙时没用麻药 想象一下这种疼痛一直不停会是什么样 查尔斯·霍罗维茨是主导这个组的辅导顾问 他患有慢性背痛 迟早他们可能会说 我认为你需要看一下精神病医师 医生警告劳伦 他服用的止痛药会上瘾 这就是医生们一直跟我说的 让我去看精神病医师 麦奇患有持续性的头疼 我去过几家非常有名的专制头痛的医院 他们一个劲地让我吃药 我告诉他们我吃不了那么多 他们根本不听我的 没有任何医学测试可以显示慢性疼痛 但是哈佛研究员克拉斯·林曼 通过神经成像发现 被鞭子抽痛的人们的脖子 有更多神经系统被激活 对于网球肘而言 这种激活自然是在肘关节附近 许多患者都会遭遇质疑 比如可能什么事也没有 你只是在抱怨 但我们试图获取一个好的客观指标 来衡量病患们承受的疼痛 科罗拉多大学的科学家 托尔维杰用人脑图谱 展示长期和突发疼痛的区别 突发疼痛涉及主管快速行动的大脑中枢 所以当我碰那杯热咖啡 身体收到疼痛信号同时 传输到我的大脑 相对而言 慢性疼痛激活了 跟情感和记忆有关的区域 所以当人们经历这种热刺激时 再想象一下 它灼烧你的手 起泡 疼痛会增加 但是当他们专注于 较为平静的画面时 疼痛减轻了 当人们想象一张温暖的毯子时 他们在这个系统中的脑部活动增加了 疼痛也减轻了 在霍罗威茨看来 这是有道理的 我在90年代的时候 严重地失去了生活能力 夜里我不得不爬到卫生间 我现在每天仍然承受 40%的慢性疼痛 但我摆脱了60% 其中一步就是和人们待在一起 霍罗威茨希望在未来的几年 研究员们发现的人脑图谱技术 可以帮助更多人治愈慢性疼痛 美国人记者施伦德报道 但你却讲了 你却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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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